宜蘭頭城懷德橋 一輛連結車疑似是過彎的 車速太快 打滑甩尾 結果猛撞對象的車輛 造成了駕駛受傷 國一新竹虎口路段 則是有這個貨車被逼車 竟然是直接軌切 猛撞上左方的轎車 後方駕駛差一點追撞上去 嚇得精神尖叫 對象連結車 飆速失控 嫖宜大甩尾 車斗鐵板一面猛砸 擋風玻璃一瞬間裂成蜘蛛網狀 畫面放大再仔細看 被撞的駕駛噴出車外 痛苦翻滾 橫躺路中央 好在後方車輛沒有追撞上去 塑膠在宜蘭頭城濱海路六段 天空飄雨 路面濕滑 連結車駕駛已一次轉彎時 車速過快 輪胎打滑念貨 同樣驚悚一幕 發生在國一新竹虎口路段 前方貨車突然軌切 屁股一歪猛烈往左邊撞擊 拔轎車夾在護欄上摩擦 上演國道胖胖車 下了後方駕駛驚聲尖叫 差點高速追撞 恐怖視角曝光後 網友當起柯南 發現原來是貨車右方的黑車 變換車道B車 才引發車禍 原來在台中 救護車偶因偶因執行中 通過路口時 卻大力撞擊轉彎轎車 畫面出目驚心 就路車輛僅有優先路權 而非絕對路權 行進路口 務必減速查看有無來車 所信雙方駕駛 僅收勤傷 沒有大礙 不過離譜車禍還沒完 只見休旅車碰的一聲 猛撞停在路邊的小轎車 半個車身騰空 向左彈跳三下 而被撞的轎車也好慌張 整輛車往前挪動 讓網友直呼 直接擊落微停 辛苦了犧牲自己 但究竟招式駕駛 是晃神 還是沒抓好距離 事故原因 仍帶警方釐清 就黃明君情況 以後報道 桃園機場前 女子不滿 零停車輛太多 上前去勸導 結果雙方吵成了一團 新北市的新店 則是有外送員 送餐到了社區 沒有事先告知 保全就上樓 結果演變成雙方互毆 女子拖著洗禮箱 當走出桃園機場前 不滿現場零停車太多 當場跟其中一輛駕駛爆發 激烈口罩 男子火氣上來 回向對方 你又不是執法人員 不過其實依規定 零停車過三分鐘 客罰六百元 火爆場面也在 新北市新店上演 一出社區大門 外送員轉頭破口大罵 三話連篇 但保全也不敢示弱 兩人越吵越激烈 越貼越近 場面火爆 衝突一觸即發 最後激烈互毆 雙雙擦挫傷 這名外送員到社區送餐 每事先告知保全就上樓 才會吵了起來 台中這名女騎士 突然暴走 跑到馬路精神尖叫 狂號直奔車道 排打路過車輛 駕駛看傻眼 會這麼激動 就是因為女騎士 和汽車發生小擦撞 警察出現 她太緊張才會吼叫 不過施工行為 也把自己女兒嚇壞了 解週嘉雯 杜圈照報導 台南有小男童 他騎腳踏車 竄出馬路下的執行轎車 緊急煞車 差幾公分就會被撞飛 新北市的新莊 則是由公車轉彎時 疑似是因為內輪差 死角撞倒了一名86歲的富人 差一點把人捲進車底 轎車開箭巷弄 突然左側小小孩 竄出馬路下的駕駛 急踩煞車 恐怖瞬間 再喊一次 台南這名小男童 騎腳踏車加速衝出 如果駕駛 萬一不停下 小男童可能就會被撞 精神畫面也在新北市新莊上演 公車駛在路口轉彎 一名86歲的老富人 整個人從車尾彈出 大自行飛鋪大馬路 痛到爬不起來 公車疑似 念輪差 轉彎時 沒看到走斑馬線上的老富人 先見將人捲進車底 念了過去 高雄這名富人 歸門關前走一遭 過馬路走到一半 白車轉彎衝來 富人措手不及 差幾公分就會被撞飛 嚇到彈氣 舉起雙手 要白車停下 不理讓行人實在可惡 碰得一聲 騎士慘遭脊落 連人帶車噴摔 在地上滾三圈 痛到無法起身 鳳山這名駕駛 微停路邊 還未已規定兩段式開車門 害騎士被中擊 而在苗栗竹南 叫車執行 騎車想從外側朝車 下一秒 疑似沒有注意路況 加上車輪不慢 大力自撞 騎士往前翻滾一圈 人倒在從 偷下酒上 恐怖畫面 散壞來車 藉州嘉文 杜璋總報道 難道是恐怖的 東北季風奪命嗎 苗栗地區刮起 十級強陣風 頭份有機車騎士 疑似就是 被這強勁的東北季風 給吹歪了 結果竟然自己 撞上了電線桿 再擦撞到了圍牆 機車奔飛出去 人也蜷縮在牆角 一動也不動 而這個騎士的頭部 受到了重創血流如注 送一急救 仍然不治身亡 勞動部的雲端 發票 這個抽獎活動 結果竟然有四個人 重複中大獎 引發是否有舞弊的疑慮 對此財政部最新的調查 結果出爐 結果是說這個抽獎人 全都符合資格 沒有內定也沒有布法 但是原來廠商在設計 抽獎的機制時 根據財政部的要求 去故意加重重複參與者的權重 你參加的越多次 就更容易中獎 但是竟然沒有人知道 這樣的一個改變 因此是被罵寶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舉辦雲端發票抽獎活動 不過卻被發現 有四人重複中大獎 當時許多人推算 這樣的中獎機率 幾乎趨近於零 而且中獎名單上 更被發現 還過去高普考榜單 有多個雷同 引發舞弊疑慮 所以並沒有外界質疑 中獎人是內定的情形 那承判廠商 他也是參著 這次活動的目的 他來撰寫 這個抽獎的程式 但是他並沒有 根據財政部調查結果 四名重複中獎人 都不是公務人員 而他們平均每天 都登錄兩到五張 超過百元的發票 判定沒有洗發票 增加機率的爭議 不過問題就在 抽獎程式設計邏輯 廠商採取調高 積極參與者的全數值 給予優先抽獎的機會 還有調整系統 產生亂數的區間 讓有些人比重太高 所以廠商的邏輯 到底合不合理 下一步還要等待 檢調單位調查結果 不過財政部也強調 這回中獎名單的匯入 都是請律師全程監控 而第三期問題獎項 目前先扣留在財政部 確定結果才會發放 也不另行重抽 而過去也沒有其他抽獎 採用類似的方法計算 另外先前高雄市抽獎活動 五十個人中獎名單中 有十五個人都姓彭 大量出現的彭家軍彭缺林 調查結果也曝光 高雄市最初發現 確實是同一個人 辦多個Email抽獎 不過依照規定只能領取一次 抽獎結果出乎預料 不過規則默默被改了 民眾如果抽的是不公平的獎 恐怕公正性打折扣 這張專輯網一聽特別報導 行車上路最怕碰到俗稱的鬼探頭 就是行人竄出來直接撞上 還有行人走到一半 突然折返被稱為回頭殺 網友分享只要往行人的屁股方向轉 就能夠避免災禍 因為路人猛然衝出馬路 不給反應時間 駕駛一頭撞上 強大的撞擊力道路人彈飛 重摔在地 同樣驚險瞬間 其實瞬間竄出駕駛油門一踩意外發生 上路最怕鬼探頭 人車衝出殺的駕駛措手不及 有網友指出最佳避險方法 第一時間應該刹車減速 如果他看也沒看你 一定要向他身後的地方打方向 路人快跑衝馬路 往他屁股方向閃 降低傷亡機會 這時千萬別貿然按喇叭 要是嚇到對方 更加無法預判接下來的走向 增加更多變數 但專家指出務必把握減速原則 是以降低車速為第一要務 因為你往右打的時候 會有一個偏離車道的行為 或可能後車也會有一個降速不及 來做一個追撞的動作 除了鬼探頭讓人反應不及 還有種情況 駕駛看到人已經提前減速 但就在下秒 行人突然轉頭回來 俗稱回頭殺 在民俗中土地公掌管土地 那土地公是不是應該是最有錢的神明 新北市神明界的副比式排行榜出爐 擁有最多比土地的土地公 竟然只排了第二名 因為首富是媽祖 雖然土地沒有土地公多 只有一半左右 但是因為大多位在淡黃區 還有金華地段 總價值最高竟然達到二十一億 手拿三個金元寶 民俗中福德正神 也是土地公掌管人間土地 那他是不是最有錢的神明 根據新北地政局統計 土地公的確是新北擁有最多土地的神明 以土地公獲福德正神等民意登記的土地 加上以離政全屬的多達三百一十二比 總面積達到六萬多平 但土地公竟然還不是最有錢的 在新北神明界富比式排行中 土地公十一點九二億的 身價竟然只排第二 首富是媽祖持有土地面積不到土地公的一半 但總價值最高達到二十一點一億元 第三名則是保生大地五點四七億 媽祖的土地多半都是位於 我們新北市的精華區比較多 蘆州啊板橋其實都會有 媽祖名下的土地都是有的 原來媽祖大多都住在淡黃區 看看板橋慈惠宮就在精華地段府中路上 其中一塊記載媽祖名下樹林的土地 價值更超過八億 不過為什麼神明可以擁有土地 台灣光復初期 土地登記的法令 其實還沒有那麼的健全 捐獻給寺廟的 就直接登記給神明的名字 現在當然不行了 除非你有去完成神明會的一個備查 過往很多廟宇的土地都是信徒捐贈 土地自然登記在神明的名字下 如今土地要被徵收或買賣 往往找不到人 當然這只是從土地限職 來評估神明的有錢程度 也僅限新北許多大廟 每年甚至大手筆送出金箔座的吉祥物 或金碧金佛 到時神明復筆式排行榜 可能又會有大變動 記者 黃條 張曲 新北報導 立法院審財劃法 民進黨為了阻擋藍營 民進修法上演了全武行 過程中招偉 陳玉珍被壓在桌上爆打 自稱牙齒都被打斷 而民黨立委中嘉賓 還直接對媒體動出 藍軍想修財劃法 增加地方稅收分配 但民進黨怕權限下放瘋狂 阻擋 招偉 陳玉珍被立委包夾 壓在桌上爆打 立委聯合把陳玉珍從桌上一路脫行 彷彿集體淋虐的離譜過程 讓全國看上 在神保 放開他 國民黨立委嚴寬恆等人聯合救援 陳玉珍才終於脫困 這才發現他連牙齒都被打斷 我的牙齒都掉 不好意思 你看 人家要去補牙齒 在A黨拋紅中央分配統籌款 獨厚綠營縣市推出修法 但民進黨怕輸打死 不肯表決引爆戰場 不知是不是怕仇態曝光 民進黨立委中嘉賓抓狂 想在國會清場 中嘉賓對記者狂吼 瘋狂推開媒體 甚至揪記者的衣服 還一度上前拉扯記者的識別證 說要差身分 中嘉賓做事上前還要追打 被其他媒體趕緊攔下 再看一次網友怒轟 這囂張跋扈的舉動 簡直跟流氓沒兩樣 立法院記者聯誼會 罕見發聲明 跑紅中嘉賓企圖 抢奪中國時報 攝影記者的媒體證 是嚴重侵犯 採訪權和人身自由予以譴責 而且記者由朱衛錦 查驗過宣分才進場 中嘉賓企圖日度查驗 動機 其人一鬥 你怎麼會打架打輸了 遷怒媒體莫名其妙 難道你們民進黨 想要吃悶棍嗎 出劍招嗎 怕媒體拍到了嗎 上回中嘉賓為了黨國會改革法 鋪到女立委陳金輝 甚至還把人抱起來重衰 如今直接在國會 對媒體咆哮動手 讓各界通罵 我看非洲有些國家開會 大家都不會像我們這樣子 連主席都打 連記者都打 這個太可笑了 你選區的選民 怎麼還會選你這種人 要演戲就到馬戲團就好了嗎 何必到立法院呢 對不對 汪佑嘲諷民進黨搞全武行 難道是投票逼不過你 乾脆上場打死你嗎 中嘉賓對女立委動手 公然對記者動粗 無底線的暴力已經超過 全民想像 明天是立東 但是喝補湯之前 可要注意藥材的來源 因為有人竟然補到肝功能 指數暴增了十倍 差一點肝腎衰竭 醫師發現他天天喝一碗大補湯 但裡面的藥材來源不明 懷疑恐怕是因為殘留了重金屬的污染 導致了藥物性的肝炎 大補湯一碗喝下肚 立刻暖脾胃 七號就是立東 氣溫也下灘到一字頭 許多人開始進步 但常常吃十全大補湯 卻可能害肝指數飆升 甚至肝腎衰竭 有民眾感到異常疲憊 抽險一夜發現肝功能指數高達了四百 比正常指數整整多十倍 然而本身並沒有BC肝炎 也沒有喝酒習慣 醫師詳細詢問才發現 原來是天天喝大補湯 但使用的藥材來源不明 導致藥物性肝炎 血液當中 鉛的濃度超過一百個PPP 就有中毒的一個疑慮 如果長期慢性累積在我們的身體的話呢 容易造成肝腎的一個損傷 國內九成以上的草藥皆為進口 其中八成五來自大陸 而若是藥材產地遭到污染 或加工中餐有重金屬 甚至有些藥材本身含有重金屬物質 別說是民眾不但中醫師不知道 連賣中藥的藥材商可能也不知情 中醫也沒有絕對把握 那民眾該如何自保 其實有些簡單方法 目測外觀是否潮濕發霉 甚至變色 用鼻子一聞 如果出現刺鼻的硫磺味 類似泡北投溫泉的味道 就要留意 另外如果用手摸出現 黃白色細蟹粉末更要小心 不過有沒有重金屬 最終還是要透過儀器檢驗 才抓得出來 民眾只能做這件事 選購GNP合格中藥喝補湯 才能營養又補生 否則真的難避免補到肝腎衰竭 住醫院 立委王定宇批評劉德華 媚共藝人遭到演藝圈的大姐大 邱黎寬爆粗話狂轟 沒有想到王定宇竟然瞬間閉嘴 不敢再吭聲 就有人驚爆內幕說 是因為王定宇曾經被教訓過 本來以為劉德華好欺負 但沒有想到他的背後 有他不敢得罪的人 王定宇對劉德華開炮 罵他媚共 不只被粉絲灌爆點輸 更被演藝圈大姐大邱黎寬 痛罵劈腿 還要他滾回去耍爆 甚至吐口水說呸呸呸 但是向來在政壇張牙舞爪的 王定宇被邱黎寬罵成這樣 竟然只敢回說 我尊重他的意見 有人說原因是這樣 王定宇到底是怕什麼失利 有人先出王定宇過去 想選立委時 為了作秀 把首度來台的海協會副會長 張明清推倒在地 來者是客這一推 傳出連黑道都看不下去 軍火大亨黃如意 甚至還找來王定宇 當場這麼教他做人的道理 我叫王定宇過來 是因為張明清是我朋友 他錯了 對我的朋友不禮貌 我可以直接打他 張牧魁魁魁下 直接朝王定宇胸口 中錘兩拳 只見王定宇嘴角下錘 忍著痛不敢有任何反應 痛得要死 只敢喷著去 在大王面前 如此第一聲下氣 傳出過去名模林志玲 曾被美國黑幫騙到 拉斯韋加斯作秀 林志玲當場躲進飯店 打給邱立寬才解決危機 網友調侃形象把握的王定宇敢通 陳其玲涉嫌涉空臺炎綠能十一億 檢調至今找不到綜藝 立委驚報說陳其玲 其實背後還有綠營的超級大咖 不但在檢調押案兩年 這大咖如今已經落跑去了日本 短期之內都不會回臺灣 涉嫌掏空臺灣綠十一億的前董座 陳其玲被通緝後 最近人還不知道在哪裡 而在黨爆料 二零二一年他辭臺董座時 高層早知道有大弊案 而陳其玲等相關人早就部署滅證 陳其玲甚至還搞假離婚 立委爆料陳其玲背後還有更大咖 如今在金爆幕後的超級大咖 已經逃到國外去 到北方了 應該是在日本 而且連房子也都買了 大咖也是很長一段時間不會回來了 能夠辦到這種等級 那才是真正的答案 到底哪位大咖有如此通天本領 隨手撈個幾十億 還能壓著剪掉 甚至撈跑出去 和立委爆料大咖身分是超乎想像的高層級 他們是到海外 是香喝辣的 撈了很多錢 政府持有百分之三十八臺鹽股份 為什麼經濟部早就發現 臺鹽綠營能被掏空 卻這麼晚才送檢調偵辦 難道是故意鋪排放水的一場局 我們對臺鹽發生的這一些弊病 我們是深惡痛苦 他持去臺鹽董事長 然後跟他太太離婚 然後退出民進黨 這一連串的佈局 不就是為了要把所有的東西 設下斷點嗎 到底是腦愛綠營大咖 如此織手遮天的本領 蔡政府時代深藏的弊案 不知是否能在賴政府時代被查清